看看這個攤牌吃什麼 這個… 不是, 我們叫了食物 瓶子這麼小, 沒什麼放 搬到旁邊的桌子就行了 你也對, 反正板板也沒什麼用 我推到那邊 沒有, 大姐 新博士? 板板應該比你們兩個更有用 為什麼? 因為你們兩個有那麼多口水 待會口水彈過來我, 怎麼辦? 不是, 博士 雖然用來多口水 大姐, 但我們口水向前噴的 快板在旁邊, 關什麼事? 你不相信, 我們做個實驗 看看會不會彈過來 這個實驗就是要看看 有甲板和沒有甲板的情況下 分別噴到多少口水到隔離位置 我們在氣球裡面 加了兩毫升稀釋營光劑 模擬吃東西的時候 說話噴出來的口水 欣欣, 我們嘗試在沒有板的情況下 口水彈得多遠 好 準備好了嗎? 好嗎? 好, 我想走 試試打這麼遠 嘗試打這麼遠 3、2、1 很多螢光劑, 彈得很遠 這裡是有的 我整個都是 對, 整桌都是 看到這邊桌子的旁邊也有 就是你看到黃色的 由來這邊 對, 彈到這邊也有 在沒用甲板的情況下 螢光劑彈到旁邊也一樣 我們試了沒有板 現在試試加上那塊板, 看看如何 博士, 為什麼你不找欣欣督 我們要公平的, 一人一次 對, 博士 我對這塊板很有信心 我也是 我也是 好, 我準備了 3、2 好像比剛剛 這邊也比較少, 看上去 看上去的紙巾 真的嗎? 餐間沒有 我剛剛餐間沾了很多螢光劑 看到碟也少了, 只有1、2點 加上板, 當然不會擋了部分口水 但還是建議快點吃完 如果真的要聊天, 就戴口罩 但我的建議還是聊天也不要聊 早點吃完就吃完… 對 不是, 博士 這麼小的板也擋了這麼多口水 如果換大塊一點, 就會有用, 好嗎? 拜託, 我想換大塊一點的板 冷靜一點, 別亂來 因為太大, 有可能引伸別的影響 我們找了一塊50x50厘米 和100x100厘米的甲板做比較 再放風速計在中間 測試不同尺寸甲板 對空氣流動的影響 馬上開始做實驗 欣欣 是 這個風速計讓你嘗嘗 你看看現在的風速有多少 好, 放在這裡 我們一放下風速計, 就有反應了 有了… 讓我看看 現在的風速大概是0.2、0.3 現在我們嘗嘗了小 我們稍後拿大塊 100厘米乘100厘米的塊出來 看看會否有影響 我們在同一個位置 換了做100x100厘米的甲板 再放風速計量度一下 看看 數字顯示徘徊在0.0和0.1 結果顯示, 用小一點的板做間隔 風速明顯快一點 圖書, 剛才大較大的板 數字相對來說zäh져ro 那代表着什麼呢 雖鐧大一點的板 雖然可以�neh время多重新葉 但它的風速降低一點 相對地 可能在这个空間裡 累積了細菌或病毒 帶離不同的架 encore 不太適合 因為整間餐廳要帶走污染物 就要靠換氣量 我們每小時換多少次 有足夠新鮮的空氣 才可以帶走污染物 第二,現在要加一個保管濾 即是一個漂亮的濾濾 去阻隔一些髒東西 甚至要加一個紫外光燈 去煞沸 除了餐廳要確保 有足夠的先風吹進來 作為食客也要一起做好防護措施 例如飾軟飯 最好還是戴好口罩才聊天 盡量減低感染的風險